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参访新北市一处大型中央厨房 及瑞芳国小的中央厨房 来学习他们的营养午餐运作模式 希望作为提升基隆营养午餐品质相关政策的参考 无论是提升预算或者是提升更多的方法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与副议长杨秀玉 跟议会各党派的多位议员 一起来到新北市这家 有配送基隆和双北学校午餐的大型中央厨房 共同进行深度参访 大家都穿上专业的防尘衣帽 进入中央厨房各区仔细听导览人员解说 包括环境设备动线 进场食材的温度把关 现场也示范检测瘦肉精 那其实有很多厂商其实都有开发出一样的试剂啦 那其实它很简单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最后检测出来的结果 它是双线 双线是阴性 双线是阴性 对很特别 就跟我们一般可能最近之前疫情的那个 瘦金那个 那个叫什么 COVID-19 对对对 快三很不一样 它是双线 双线代表它阴性 那它需要跑大概10到15分钟 可以得出一个结果 我们这个可以说对于我们的食安问题 一直都非常的苦恼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学习双北的模式 能够把它做得更好 那确实现在双北有很多中央厨房等等 他们做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基隆座借禁 总之我们是有心要让我们的这个 营养午餐变得更好 但如何来做 我们也希望寻求更多外界好的意见 来给我们指导 另外市府和议会也马不停蹄的 再到供应五所学校营养午餐的 瑞芳国小中央厨房进行参访 希望透过观摩交流 作为基隆实际运作的经验参考 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点 一个是我们跨局处跟卫生局跟农业局的合作 因为这个食安监控平台 对于任何一个午餐的那个监控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卫生局跟农业局代表 也有过来这边也特别谢谢你们 那第二部分是因为我们给家长就比较方便的 我们交易局有开发一个APP 那这个部分家长在透过这手机的APP 随时可以看到他今天想要没有吃的是什么东西 那他可以看到运送过程那些所有监控的资料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家长一起来关心 这是目前我们觉得在我们在跟家长合作这一块 比较紧密的地方 我们希望说我们地方政府在于整个 这个午餐费用上的提高 能来扩展到我们有中央从来供应我们地方各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 我想是在实案上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保障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瑞芳国小来看看 瑞芳国小他们是一个有学校提供场地 有外面来委托的一个OT方式的经营的一个中央厨房 那我们希望说在有委外OT中央厨房的情营之下 我们基隆也有各校的一个所谓的厨房的这种情营之下 可否也来比照 有委外来经营他们专业的厨师或营养师 或者是种种的一些所谓品管上的问题 食材上的安全的顾虑问题 我想这是我们可学习的地方 我想双位一直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但是基隆是从我上面以来我们也碰到一些问题 也寻求改善 然后也努力的再思考如何做得更好 那议会也有很多专业的建议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来双北学习考察 然后借进各位的经验 那期待今天的经验能够谢谢各位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基隆可以让营养午餐做得更好 目前营养午餐与食安是基隆市府跟议会都很关心的议题 希望透过这次的参访 来提升基隆营养午餐各方面的品质 包括午餐供应量的最佳规模 配送安全流程 以及专业人力的进驻服务 都是参访学习的重点 让基隆的学校营养午餐运作模式能够更加完善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112年度市立国高中国小及幼儿园家长会长授证典礼 在新一国小举行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当选证书给59位家长会长 感谢所有会长对教育的热忱与关心 市府也将攜手学校与家长会和家长团体 打造更多教育亮点提升学子的在地就学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当选证书给59位家长会长 感谢所有会长对于教育的热忱与关心 市长也和这次当选的家长会长分享他上任后 积极推动的基隆教育愿景 今天很开心能够受证给新任所有的国小国中高中 甚至还有一两所幼稚园的家长会的会长 那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是一个家长的团队 那我务必要把他们的建议好好的参考 然后落实在我们的各项工作 但我也跟大家讲 包括说引进顶尖大学的课程给基隆的高中生 还有就是说把校园所有的暴力的问题 都要用前所未有的强度去管控 还有就是说让各校都找到特色 也不会因为人数不到就不开班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 但是一定还有更多家长想做 我们有待还要继续做的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市长谢国良积极引进国外顶尖学府的教育资源 期盼为学子打造优质的学习经验 这点也获得家长的肯定与认同 说到这一点 其实我是第一个响应市长的政策 我女儿今年本来可以上松山高中 留在基隆在地就学 就是响应市长的国际化教学 那现在已经引进美国的一个优秀知识之 我们要进行线上课程 那这在高中生来讲 他对于他将来的学期历程来讲 他是很重要的一块 尤其是台湾走向国际化的 目前来讲的话 学期历程有国外的认证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市长谢国良说 将攜手各校校长 家长会长与家长团体共同努力 打造教育亮点 帮助学子发挥才能实现梦想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美金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到基隆 亲自出席郑文婷市场后援会成立大会活动 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市场后援会成立 最有人气的啦 因为每个都有啦 每个都有人喜欢 就是喜欢吃酸的呢 还是说比较偏偏偏偏 那花生花生还表现因为很豆豆香的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小美琴现身基隆庙口 边走边逛 来到泡泡冰 当然不能放过 这是花生的 要不要尝尝看 谢谢 谢谢 来到基隆 辅选立委候选人郑文婷 不忘到庙口品尝在地的知名小吃 顶边错 泡泡冰和银养三明治 坐第四代 我坐第三代 第三代 都是坐第四代 我主户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在庙口当移工 我主户是第一个在庙口做生意 肖美琴难得现身在基隆庙口 在老板盛情的要求下 在招牌上留下亲笔签名 看得出肖美琴人气超高 肖美琴 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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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首签的基隆立委候选人郑文婷 两人高举双手喊凍蒜 郑文婷市场后援会正式成立 肖美琴亲自助阵 拉台绅士 我相信他未来的地方 他也是继续告到市長 在最关心的这些工作 当然基隆的交通也很重要 所以为蔡适应到现在的文婷 也很关心未来我们交通四方八达 不管是从国际进来的邮轮也好 或者是大台北都会区的年轻要消费 要观光 我们这边有最顶级的渔港 渔港也是很多的美食料理 那我们也有面向海洋的渔亭的母港 那我们有新的都会的面貌 我们需要便利的交通把客人带进来 我相信这都是文婷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的地方 全台第一个市场后援会成立 肖美琴专程来授旗 包括立委蔡适应 议长同志委 几党集议员都到场 就是要力挺郑文婷送进国会 我们这里的市场后面都知道 过去这几年里面有提到市场的改建 包括我们看到的成功市场 仁爱市场或者果菜市场等等 我给你補过一下 里面的很多改善的经费跟预算 都是中央補助的 都是适应在做立委的时候 跟中央合作透过经济部来补助地方的 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的肖副总统 在进入中央之后 会继续来替我们基隆的市场好朋友 争取基隆市场的改建 这样好吗 好 好 这个句话也是要说给我们的肖副总统 未来继续来支持我们的地方 因为对于基隆市来讲 它并不是直辖市 所以对我们来讲 您市场的改建 都需要中央的机器 我们专业完后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律师事物所收起来 趁机的工作把它收起来 我们就是要专心专业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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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年来文庭没有任何的 兼职 也没有富裕 就是专心专制专业的服务 我们的选民 现在文庭要把这种服务的精神 专专业 专业 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动 我们是专业人士 在数以来 第一次有市场 专业组合成的后援会 我在这里深深的感谢大家 我也是市场大的你们 您爱市场在哪里 您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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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对总统副总统 对我们立委的支持 今天大家来参谱 我非常感动 在过去到现在 我们基隆开发的比较早 所以我们各大市场 都面临改建 整修 整理的一个问题 我们未来 总统当选 立委当选 一定会帮我们各大市场 争取相关的预算 现在我们果菜市场 我们乌顶都要做了 您爱市场也要做 我们乌顶的修缮 成功市场 也要修理冷气 拜托大家继续跟我们支持 这样好不好 好 把总统送去总统府 这样好不好 好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副总统候选人 萧美琴来到基隆 喊话总统胜选 也要立批国会过半 记者 王少民既有报导 问题 再带来看一辆 运载猪肉的货车 行进基隆国民运动中心时 不慎将半只猪肉摔入车外 被吓坏了目击民众 大马路上 一头生猪肉就躺在大街上 民众还以为发生命案 好像死了 人也怕也怕死 晚上 我运动完的时候 我就去看 我想说 怎么有一个人躺在地上 结果靠近发现 不是 是一只猪 结果还是半只猪 所以我有点吓一跳 那其实我看前方 大概五十公尺以外 有一个运租车 那他们晚上都会在那边运租 一辆载运猪肉的货车 上个月底 晚间行进失求路 国民运动中心 疑似没有把猪肉固定好 一头猪肉就直接掉在路中间 其他民众发现 赶紧通知司机把猪肉领回 他们的站好 他们的站好 他们的站好站好就出来了 送到地方之后才发现少 才会找吧 运送的过程中掉下来 对啊 应该是运送过程 勾勾没勾好掉下去 那经过路人也有跟运租车大哥说 你的猪掉在地上了 那他也是 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他也继续理他的猪 理完他再回来 收拾他那半只猪 那我就 大家就很尴尬 因为他刚好躺在路中间 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吓一跳 以为那是人 结果不是人 好在热心民众赶紧通知司机 将枕头的猪肉领回 减少了损失 但这样的画面 已经在网路疯传 有民众开玩笑说 这算是猪肉命案 引发了热烈讨论 记者 黄少鸣金融报导 岁末年终之际 救国团金融市中正区团委会 特地举办 转角预见爱的活动 邀请到沙威马餐车 到金融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发送250份的沙威马 让身心障碍 朋友们感受到爱无限 岁末年终 救国团金融市中正区团委会 特地举办转角预见爱活动 邀请沙威马餐车 到金融市社会处 委托伊甸基金会 经营管理的 金融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现场制作250份沙威马 让身心障碍朋友及工作人员享用 好吃的沙威马 也让身心障碍朋友们 感受到社会各界爱无限 提供了250份沙威马 给全体院生使用 那也很开心遇到了 基隆远元圣母光华协会的王会长 听到了之后 也一起共襄盛举 提供了250份红豆糖 那也感谢市长秘书张浩泽 立临县长代表市长 关怀身心障碍中心的全体院生 然后我们秉持着推动谢市长 打造基隆市成为 亚洲最友爱的城市的里面 我们继续会关怀弱势团体 那继续为公益而付出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的基隆旧国团的郭会长 率领我们43的沙威马团队 以及远远关怀协会的王会长 一起到我们中心来 帮我们 让我们服务对象 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茶 提供了沙威马与红豆糖 那今天也谢谢我们市长的秘书 一起将张秘书到我们现场 来跟住民一起同欢 帮度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另外基隆市远远圣母 关怀协会 同时也购买了 一个著名的红豆汤搭配沙威马一起 请身心障碍好朋友 以及工作人员享用 爱上加爱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酷二代 我投入选举 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郑文婷 很请支持郑文婷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 外侨拘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这个礼拜五就是冬至了 刚好又是耶旦节前夕 见得富佑 每年都会受邀至 七贤里面活动中心与长辈共乐 关怀据点的爷爷奶奶们 也带来精彩的演出 让人看见 长幼共选的魅力 跟着爷爷奶奶 小朋友们搓出 一颗颗圆圆的汤圆 认识即将到来的冬至 不管是白色的 还是粉红色的 小朋友们都好有成就感 更酷的是爷爷奶奶们 还带来精彩的演出 让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 今天阿哥阿嬷跳舞 很开心 今天很开心 跟阿哥阿嬷一起玩 开心跟阿哥阿嬷一起玩 小朋友也带来精彩的演出 传递暖暖的温情 我们每一年都会收邀 去参加这样一种 然后奉学的活动 帮孩子感受一下过节的气氛 也藉由这样子的机会 促进我们学校旅社区的勇气动 与社区共融共好 也让人感受长幼共学的魅力 生活明代肯定 今天七千社区公开祭典 他们举办圣诞节 以及公式的一个活动 他们今天也借这个机会 让亲子阿嬷及小孩之间 知道这个过节的气氛 以及圣诞愉快的这个欢乐气氛 非常高兴我们七千社区 发展协会每年都有 那个祖孙共融的一个活动 包汤圆及我们的共同欢庆 这个圣诞节的气氛 所以非常的好 然后小朋友也都非常的高兴 更重要的是我们长辈 都是玩得非常的乐趣的 长辈们开心散发活力 跨世代互动 一起感受过节气氛 一起变得更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耶诞节快到了 有想要去哪里品尝耶诞大餐吗 基隆子弟游少亨 重新创立餐饮品牌 以习惯温暖的角度出发 搭配节庆推出来的特色餐点 充满了圣诞味 充满香气的奶油马铃薯泥 变成圣诞树 搭配独特的粉红酱汁 这一道薑饼人拆礼物 给人视觉上满满的享受 一样给人温暖感受的 还有这沙拉 花心思摆盘更讲究蔬果新鲜度 蔬菜也是从市场每日采购 餐点上的特色就是 我们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鲜 主餐也充满浓浓的过节气氛 还特别加码 这是圣诞节才特别推出的 巨大的肥猪虾 它吃起来的口感就很像龙虾 很鲜甜 蒜辣海鲜面 它的酱汁很特别 因为我们是用蔬菜跟虾头去熬煮出来 我觉得他们最好吃的是那个蒜辣海鲜面 但是因为我之前有点过 所以他就推荐我吃那个泡菜台湾精 也超好吃 还有以蜂蜜为酱汁的蜜汁烤拌机 有着意识香味与蜂蜜甜味 口感层次丰富 它烤出来的脾胃是蜂蜜的味道 最后的甜点更吸睛 超可爱的草莓雪人与雪人咖啡 让人眼睛未知一亮 还有它的奶茶我非常的推荐 他们最好喝也是前面他说的那个冰奶茶 就这杯 我已经喝到快没有了 它是我们的手 用手扫黑糖去炒出来的 很有层次的奶茶 每道料理讲究美味外 也讲究摆盘与创意 要给消费者满满的惊喜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意大利面跟炖饭 因为味道真的很特别 在外面吃不到 然后呢 还有它的松露薯条 就是会让我吃了 每次来都想点的 重新再出发的新品牌 以暖色系为主 很受顾客喜爱 这边环境很舒服 可以让我做很久 然后他们也不会感人 就觉得这里可以一直来 环境还不错 环境然后就是很干净 打造这个环境啊 都是用暖色去呈现 会让大家觉得说 大家踏进来 慢慢会习惯这个颜色 很漂亮很开心 然后吃饭的 我们餐点也都很好吃 在基隆长大的绍亨 学成后回到基隆创业 如今重新打造新品牌 赋予美道料理满满的温暖 还有计划性的推出特色餐点 包括义式自助料理 会做一个像是义式buffet的 这种模式 那这种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包厂的人会有义式buffet 会有很多元化的选择 那会跟电影的菜单菜色都不一样 多元创新的好滋味 要给人满满的基隆温情 就像回到家一样 有习惯的幸福味道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渔港颜色郑开祥画展 在太平驿站旁的红砖屋 展出到明年1月8号 郑开祥在基隆住点一年多 走遍大街小巷 用画笔呈现出不一样的基隆颜色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 对于这个渔港颜色画展 郑开祥说 这是他一年走会基隆之后 给基隆的情书 从不同角度观察的感受 跟丰沛感情都在画里面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基隆的魅力 我觉得基隆很有 他独特的一个魅力 就有时候那种魅力 有点难去形容 也许是有点老旧的感觉 或者是下雨的 那样的一个忧愁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实际上 在这边感觉到的更多 其实是 我觉得基隆 他是有很多颜色的地方 在太平山城 看着世界的船舶 从眼前经过 这个测展 是在太平山城 驿站旁的一个红砖屋 在这个特别的一个场域里面 看见城市画展 呈现非常特殊的人文情怀 可以让心灵慢慢的沉淀 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基隆 这里是太平国小 也就是太平青鸟下面的太平山城 那我们在这边大概有一段时间 是太平山城驿站 目前正在举办一个 鱼港颜色正开祥的画展 而这个画展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 关于基隆的一些颜色啦 风情啦 还有包含这个山城的一切 那非常希望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走走 当你从火车站出来 然后沿着波渡 要往太平青鸟走的时候 其实就在半山腰 你会看到我们 然后会看到这边 非常可爱的一些植物也好啦 猫咪也好啦 老人也好啦 还有这个很重要 很漂亮的一个展览 可能是我觉得气候可能也在改变 然后一般大部分的人 提到基隆都会觉得说 它就是一个很多雨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我在这边住一年多 下雨的天数 坦白讲没有我想象中的海多 然后更多的反而是看到 很多的蓝天白云啊 或是很漂亮的海 跟很漂亮的山啊 游轮啊 所以我把那些 体验到的一些生活的颜色 把它化成了我的 这次的一个展出这样 这间太平山城红砖屋 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本来是一个阿嬷的家 但是阿嬷年纪大了 独居行动不便 需要长照 所以有一位好心人把它买下来 成为社区艺文展点 一方面也让阿嬷有能力 去接受长照的安养 这个房子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的话 就是很难得的在现在的时间点 我们还看到一个这样子的红砖屋 那原本住在这边呢 是一个88岁的老阿嬷 她是一个独居老人 所以当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跟她维持很好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来陪阿嬷吃吃饭啊 陪她走走路啊之类的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阿嬷染疫了身体不好了 所以家人就把她接到了安养中心去 而这个空间她就空了下来 是一个跟山城很多房子一样 是一个闲置的房舍 那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她现在就变成是一个 承展的空间 未来可能也是 我们办很多活动的一个空间 那一方面是 刚好我支持的展 那个作品有非常多 大概100多幅 所以分成两个展场 那这两个展场 我觉得她所在的地方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一个是在三层这边的这个阿嬷的这个家 那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透过就是说来看展的这个过程中 她会有机会走到这个三层 然后她会走在那个 有点波道的阶梯 甚至在三层里面迷路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三层的 很特殊的一个魅力所在 然后另外一个展场叫原山美学 然后她是位在 一个人爱市场的旁边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当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 她可能会忽然发现 诶 这边怎么有一个 这么漂亮的驿站 这么漂亮的一个驿郎在这边 就进去看的时候 发现里面展的东西 都是在地 道地的一些生活的画面 那我觉得她可以 马上去感觉到说 诶 其实基隆这边是很有 艺术的创作力 然后也会感觉到说 在地的人 其实是非常有艺术涵养的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进太平山城 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 来看郑开祥的画展 与港颜色 透过一文的角度 一起感受基隆 独特魅力与美好 即使走到迷路都值得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星期五 世界ら宊 星期五 货彩 星期五 routine 星期六 参照 星期五 Dur 中午中不停lad